托米斯蒂皮奇 但是托米斯蒂皮奇的执教时间不长 之后呢 还是由这个 卫星来执掌球队 好 现在这场比赛正式开始 球队当中呢 也是在 终于有一例进球 足鞋杯上有过两例进球 我们先看这一次朱真荣的转身打门 哇 再到另一边 好危险啊 南通志云 这个脚球开到禁区里面 李帅把前点扑出以后 朱真荣拿到皮球转身射门 这边 开场之后啊 看得出南通志云队这边 一个是前场的高压比抢 再一个是在门前 已经获得了几次不错的机会 再来 李家伟还没回 进距离 哦 季俊的小角度打门 这球居然打偏了 再来看这一次 李家伟 上前助攻的 就在这个比较模糊的画面当中 高迪帮助上海绿地生花队率先得分了 刚才是一次从右路生花队的一次进攻 打得非常简单 只是一个边路传中 然后高迪中路的针顶 将球打进 这边生花队回传失误 看季俊 突破进去 晃过手边 李帅在打门 哦 这球 把球从这个球门线上给破坏了 荣耗的这一次的回传啊 确实是有些拖大了 眼睛都没看 也是 当年是在重庆队效力的球员 哇 这边生花队就获得一个门前的投球攻门的机会 这一次埃迪的上墙 给到了张璐机会 哦 进区里绊倒了 这一次裁判判了点球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 埃迪的上墙 球打在他身上以后 弹到了前场张璐 带球扣过之后 骗过门将 轻松将球推进了 左下死角 这边生花队前场断球 直塞给王云 给到边路孙凯 后上的荣耗 啊中间 哦 这一次又是高底的投球攻门 顶在了横梁上弹出去了 哦 角球到后点 啊 南通队这边 再跟进射门 球打偏了 是13号啊 13号翟兆宇 获得第一个射门 11号李家伟 船中 季俊 哦 季俊的投球攻门 打在了埃迪的身上 弹进了自家球门 乌龙球 李家伟的这条 船中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而立鹏呢 在对季俊的防守的时候啊 有些松懈 没有跳起来去争顶 又是边路的定位球 啊后点打 又是无人防守 37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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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鸣 任何的烈士 哦 反过来这一次 突到进去 里面看船中 季俊 哇 这一脚 南通之云队 3比2反超了 就会被淘汰出局吗 这次进攻的组织者 又是朱正荣 他的反向船球 给到了任兴龙 而任兴龙的倒三角船中 这球也是被对方防下来了 全场比赛结束 中野球队南通之云 在下半场连入三球 逆转战胜了足协杯 未免冠军 上海绿地深化